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在观众的印象中 有周深参与的综艺必然充满着欢声笑语 一个可爱的男孩子 小小的脑袋里装着无数有趣的梗 少管我你有礼貌吗等 无不吸引着观众的眼球 不可否认的是 周深就是凭借这一点吸引了大量的粉丝 但是当在刷综艺念念青春的时候 才发现周深受综艺欢迎的原因远不止这一点 他在综艺上的表现 值得我们慎重思考 在正片开始的时候 张爱佳老师提到了一句 他会知道我是谁吗 看似无意提到的一句话 其实是真实存在的顾虑 连周深都说 张解宁对我来说是一个传说中 传奇中的人物 没有任何交集的两个人 有一个人会产生这样的疑惑是在正常不过的 今年的张爱佳老师已经68岁了 在他事业鼎盛时期 周深的年龄还比较小 当周深长大的时候 张爱佳老师已经退居幕后 做起了导演 可以说 张爱佳老师这个名字 或许在这之前不曾出现在周深的世界中 但是 有一幕却听到了周深对张爱佳老师的评价 我一直觉得 我和张解的人生是两个完全撇开的人生 我今天最大的宝藏是发现 我们身上有很多共同点 我是一个很宅 然后兴趣爱好相对来说没有很多 然后一直都是做歌手的一个人 然后张解是一个几乎从演员 制片 出品人 编剧 导演 歌手 就电视电影他全部做过一遍 然后性格又特别开朗又很享受生活的一个人 短短几句 却透露出周深在做节目之前 肯定下了不少功夫 去了解张爱佳老师的人生经历 此外 如此融洽的聊天气氛 离不开两个人的相互了解和配合 节目的高潮是念总会 周深分享了一篇真情实感的小作文 我不是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们 但遇见你们成就了我最好的时光 连作家刘童都说周深好能写 其实不是他能写 这是他在录制之前认真准备的成果 想要和大家分享这么多年的经历与感受 让大家了解之前现在的周深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他珍惜每一次机会 在念诵会上真诚感谢每一个帮助过他的人 同时他也希望大家永远不要忘记自己有光 也永远不要忘记自己有梦 他对待综艺节目的态度 让我想起他在另一档综艺节目令人心动的offer中 提到关于演出舞台的看法 我去到任何地方 我都会认真准备着 这绝对不是官方的 因为我一直觉得我必须掌握好当前这个舞台 我才会有下一个舞台 所以我每次去唱歌 我都会特别紧张 我每次都会觉得万一我这次没有唱好 那我可能就没有下一个舞台了 在唱歌的舞台上 时刻告诫自己认真准备 时刻以下一个舞台的来源要求自己 同样做综艺的时候 他也是这样要求自己 在我们哈哈大笑的背后 不知道他在背后做了多少功课 没有一个人能够随随便便的成功 周深光鲜亮丽的背后 是他对自己严格要求的结果 是他认真对待每一次机会获得的 周深微光海洋一岁了 守护着你 不管世界变成什么样 好听 周深的微光海洋 不知不觉 这首歌曲发行一周年了 微光海洋一岁了 大家是不是也感慨时间过得好快呀 恍如昨日 这就是时光 他不会为了谁而停留 一直在前行 而我们总是想留住时间 想想有些可笑 无法左右的事情 却总是在期盼着 还不如在有限的时间里 多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让自己不留遗憾 微光海洋是游戏王者荣耀 大乔孙策英雄主打歌 由周深亲情演唱 这首歌曲节奏比较明快温暖 歌词也是深情甜蜜 剧剧都在诉说着大乔与孙策之间不变的感情和信念 周深温暖的声音敲打着听众的心 歌声晶莹剔透 和声的啦啦啦 轻盈可爱 犹如金鸣一样在游玩 想化作天空 化作海洋 带你去任何地方 守护着你 不管世界变成什么样 想化作飞鸟 化作骄阳 为你指引着方向 爱的牵绊 成为照亮彼此的光 仔细倾听 总感觉有种特别的感情在其中 恍然大悟 原来是周深在歌中注入了爱的力量 他的歌声魅力无限 能够让人跳脱歌曲中的角色 又仿佛在说周深与我们的关系 正如歌词描写的那样 守护着你 不管世界变成什么样 而且是彼此守护 永不抛弃 周深的每一首歌曲都能给听众带来力量和温暖 彼此的守护让我们关系越来越密切 无谓面对生活 不用害怕 有周深为我们指引方向 正能量的偶像有这种力量 坦然面对生活 我们都要为了自己的梦想而努力 不枉费这大好的青春 周深微光海洋一岁了 守护着你 不管世界变成什么样 好听 小伙伴们喜欢这首歌曲吗 荒城度发行两周年 周深冷酷的歌声 让你想起那的少年了吗 有多少人待在台风过境的家里 天气不好 希望大家平安健康 在这个玄瑕又担心的早晨 听周深的一首歌吧 不知不觉中 荒城度发行两周年了 周深冷冷的歌声 会让你想起那个少年吗 周深歌曲的共情能力太强 他的声音一响 小编脑海里就出现了该有的画面 好听的歌 好看的电视剧让人记忆犹新 荒城度是周深演唱的一首古风歌曲 是电视剧《陈情令》中薛扬的人物曲 周深以其独特的嗓音和超强的歌声感染力 充分展现了薛扬的一生 眼中浮沉 手中残魂 故事斑驳荒城 颠簸命运多残忍 最怕隐恨耗尽余生 周深轻轻诉说 深情而绵长 不知小伙伴们是否想起了薛扬那的少年 这部剧很好看 剧中的人物各有特色 杨雪这个角色也很可恨 也很可悲 周深空灵的声音营造出一种破碎的美 打破了正常生活的残酷 再也拼不回来了 歌曲中的歌声具有超强的共情能力 歌感情越来越深 歌曲中感情波动 心灵挣扎 最终变成了度我 周深的声音真的很好听 就像天籁一样 他用自己的声音给观众讲述了憔悴而美丽的故事 沿着这样的故事脉络 他勾画了人物的命运悲剧 我在等待因果度魂度破度破 真的唱出了荒诚的悲哀 听着流泪 想起薛阳在电视剧中的结局 也会有一些感叹 可怜的人必有可恨之处 小星辰就是他的光 光不在了 他也不会留恋 荒诚度发行两周年 周深冷酷的歌声会让你想起那个少年吗 不只是薛阳这个少年啊 还有魏无羡 蓝忘机 温宁等多少年 因为周深一首歌 小编又想看陈琴丽 最厉害的周深 最好的周深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优兵的小铃铛哦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拜拜 拜拜